嗨,大家好,我是玄妹 昨天我拍个视频跟大家分享 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我们家是没有要求彩礼嘛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 就是中国这边结婚 女孩子是要要求男方给彩礼的 我也不知道彩礼是什么 所以呢,当年是没有要求他们家要彩礼 很多网友就跟我说 玄妹,你现在可以找小李要彩礼了 所以呢,我今天要采访一下李先生 到底要不要给我补彩礼 好,李先生,你好 我现在有很多网友说 叫你给我补彩礼 你补不补 嗯,都结婚 七八严老夫老妻了补什么彩礼吗 这个只是个一一而已好不好 那你想要啥 你给啥 你想要啥 你给什么我就要什么 都好说嘛 中药室现在什么都没有 谁说的 我说的 不是马上就给你买套新房吗 房子那就是我们一起住的嘛 我们一起住我现在生病肯定以后房子留下你们了 我该说什么呢 对不对 嗯,也对哈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结婚嘛 两个人结婚呢 在一起呢 只要幸福就可以了 其实呢 彩礼不彩礼呢 其实也不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呢 全妹也不后悔当年不要彩礼 因为我觉得呢 彩礼只是一个一而已 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可以了 所以呢 嗯 嗯 现在呀 补回来就是 可爱的娜娜 娜娜就是我的彩礼 呵呵 以后娜娜就是我的彩礼了 所以呢 不谈到彩礼的次了 嗯 我们只要那个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 然后平平安安的在一起就可以了 嗯 嗯